数据集啊 我把我刚才取出来那个数据集 一个数据集相当于一个数据库 你能不能把数据库所有的表都更新了 你要更新一张表对吧 所以说第二个写的是什么 表面 我们刚才那个表面叫什么东西啊 斯丢人特 所以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把DNS中的斯丢人特的表所做的修改什么 更新到数据库中 更新到数据库里 好那我们说到离现实数据库呢 就是刚才你fail的时候 就访问一次数据库 然后就断开了对吧 在这时候你调用update的时候 它又要干什么 是不是又要去连接数据库了 对它去连一次 然后把这更新 更新上去 就把这儿然后再断开 这就离现数据库 就做两次操作 一次连一次 连两次 好那我们做一下 我们写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就说离金箱啊 写成离金箱一 这样就直接改了 改完之后呢 点一下保存 好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错误 对于不返回任何见直列信息的 slack的可吗 slack吗 是我刚才写的slack一句 他告诉他不返回任何见列的 不支持update的comount的动态 色口生成 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你这个返回到slack里头 我没有发现主见列 所以说我能不能 来动态生成其他几个色口语句啊 不能对吧 这就是什么 你的表中没有主见 所以说这个错要能看明白啊 就是你表中没有主见的意思 所以我要把表什么 天上主见 设置主见 保存 这时候再回来做 我再运行一下 好 还是把它改一下 一 保存 好 没出错 我应该就是没问题了 我再搜寻一下 查询一下 查询一下 性别是女的 是已经变了 对吧 那我看数据库里到底变不变 是不是已经变成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 离线数据库最强大一个功能 你不需要写什么其他的语句 只需要调用刚才那一句话 就可以了 那么删除也是同样的啊 删除呢 你就把这行删掉就行了 这点就没有右键了 对吧 你选中这行点delete键 键盘的delete 好 选中这行 delete键 它就删掉了 删掉 然后呢 删完之后行不行 你这时候指向 把这个临时的数据库的数据删了 你是不是把它回填到 那个大数据库里 所以你必须点更新 它那个才能把数据库那个删掉 保存 然后再查 已经没有这个人了 我们看数据库里了 离近相依对吧 已经没有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它自动生成的 删和改 那个音色的也是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的列没有查完全 好 这里就使用我们的Sircle Command 使用我们的dataset 和dataset 完成增删改长 都可以这样完成 都可以完成这个操作 好 下面我们要加入一个什么功能呢 下面我们就要加入一个右键功能 右键功能 再加一个右键弹出菜单 右键弹出菜单 干什么呢 我们也加一个删除的功能 我刚才删除这个用键盘删不方便 对吧 我现在想用右键弹出菜单点下删除 那这个删除怎么办呢 我就不能用离现实力步来做的 我得用什么 连现实力步把它删掉 我点右键弹出菜单 我点删除 删除干什么 是我自己写色口命令 根据什么 是我根据主键 主键在哪呢 隐藏那列是吧 所以说我们的思路就是 取出隐藏那列的值 拼成一个delayed的语句 对吧 然后就要用我们的色口可冒的 什么 HQ的non-cory方法 对吧 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好 所以说我们再加一个右键的删除功能 哪个 这个离线的话 你删的话 你相当什么 你要去删那个什么 结果击重那条记住 对吧 也可以删 那只不过你要再去操作结果击 找到这条记住 把它删掉 相对来说是复杂一些 也可以来做 右键删完 删完之后你还得点什么 你是不是还点保存 对不对 相当于步骤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们 与其那么做的话 不如说连线来的快 对吧 连线直接删掉就可以了 不用保存 那我这些课做的什么 不是一个时候完整项目 只是什么 把所有能遇到功能都做上 就是我们将来做 能不能说又是离线又连线 怎么混着做的 不能对吧 一般都是用一种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要做一个右键的 首先右键是哪个菜单 哪个空间 context的 minus strip 对吧 右键弹数载单 好 那么叫cms 比如说叫delete吧 rete 删除功能 好 那么再加上一个功能 我就加一个的了 加一个 删除 加删除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菜单改一下名字 好 那这叫tsmdelete 这是菜单的名字 这个是删除菜单的名字 右键弹数菜单写完了 整出来了 但是它现在有个作用域的问题 就是这个右键到底是在哪处罚 我点这底下应该处罚这个右键 不应该 我只能什么 点在这个范围之内才应该处罚右键 对吧 让一个右键弹数菜单指定在一个范围 怎么指定呢 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context manual strip 一个属性 那就是它所关联的什么 右键弹数菜单 好 那我们在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创体 这个创 放在创体上 我找一下那个属性 叫做context manual strip 是一开头的 这个 我选中刚才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 在整个创体上 是不是都有右键弹数菜单 对吧 那我看一下效果 创体上任何位置是不是都可以啊 这两树也属于创体的一部分 它都属于创体的 好 任何部位都能弹出菜单 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不要 不要的 对吧 所以说把这个属性给它剃掉 不让它在这弹 还是无 让它搁哪里弹 在这个空件上弹 那就把这个空件的context manual 设成刚才那个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就能实现什么 就相当于限定了它的作用域 只能在这个空件上 除了空件以外好不好用啊 不好用 除了空件以外都不好用 这个很多空件都有这个属性啊 就可以让它在这个空件上弹出菜单 弹出菜单 好 加速了删除 我们就开始了什么 下来就开始做删除里头的操作 选中这个东西 删除双击 进它的实践 进它实践 删除的第一件事情 那先看看什么 有没有选中行 对吧 有没有选中行 如果没有选中行的话 我就告诉它什么 请选中一行 选中行刚才已经做了 是什么东西啊 如果它等于0说明什么 没选中对吧 好 那我就弹出个对话块 MBOX 请选择一行数据 请选择一行数据 好 这是没有选中 否则的话就是选中的意思 对吧 否则就选中了 好 选中的情况下我才做什么 才做那些处理 首先我获得选中行的那个什么 students ID那个隐藏列的值对吧 所以说我先定一个 定一个整形变量 int stu id 等于等于什么东西呢 data review 点什么 选中行的第几行 第零行 的第几个单元格 第零个对吧 我刚才就说了 它的value对吧 第零个的value 刚才也看到value是个什么 类型 刚才说object的类型 所以就会要干什么 强制转换对吧 就是什么 convert.2 inter32 32VG下的整形 这第一步是获得了什么 获得stu student ID 获得student ID 好 在这个之前我们应该先什么 我先弹出一个确认 以否的对话话 让他问他是否确认 对吧 所以我们先弹出一个确认对话话 也就是 首先就是 dialog dialog result 是返回它的结果 对吧 我们要做一个 就是适合否的对话话 明白吗 我们之前是做过一个 它是接受它的返回值的结果 带落水灶 对吧 result 等于什么呢 mbox 一个参数 消息的内容 对吧 是否 删除此数据 分号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标题 对吧 对二块的标题 那就是删除 确认 好 第三个参数是什么东西 message message box buttons 你设定它的按钮类型 对吧 按钮类型 我们这用什么 ok cancel 确认取消 最后一个是它的什么 seo 图标 对吧 点 好 那我们这是 我们问它的 问它用哪个 用information吧 用question吧 question是个问号 information是个探号 用这个 好 那问了它之后呢 我就要确认 通过它 点击的结果来判断 是否删除 对吧 通过这个结果 所以说我这块就要用 if if什么 result 等于什么 代log result 点 点ok 对吧 ok 如果它点的是确认的话 那我才干什么 我才做这些操作 点确认的话 我才去什么 才去删数据 对吧 才删数据 所以说点确认的情况下 再获得它的什么 studentID 再获得它 studentID 一会儿双档吧 嗯 双档对 双档号 获得ID 然后下来就是我们那个什么 连线数据库要做的操作了 对吧 连线数据库要做操作 就是strand circle等约 使用我们的Stream Format Delete from student where studentID 等于 零 有没有加单一号 studentID什么型 整形有没有加单一号 不用这块写设计 一定要注意单一号双一号 如果你没有把握我上说了 你可以在哪 写在拆业分析里写啊 你在那里写是最安全的 然后呢 括号 逗号什么 st id it id 好这是我们的色口语句写完了 下来就是什么 下来进入我们的 circle command cmd 等于 near command 把色口传进来 把db harper 点 connection传进来 好再下来就是什么 db harper 数据库打开吧 点 open 打开数据库 然后下来就执行了 对吧 执行了我们知道 执行的话 哪个方法 哪个方法 是非查询啊 delay的时候非查询啊 返回的是什么 影响行数对吧 int int 保证捷 睡着了 你跟我那个我们班那个 石板有个同学有力拼 你比他厉害多了 他睡得过都趴着睡 就是仰不着睡 他那个我们班原来那同学就是 就是十分钟之内如果你不喊他 他肯定倒下 每隔十分钟我喊一次 每隔十分钟我喊一次 必须得连续喊 以后他就睡着了 好 open 之后我们就写个整形 int 那我们就比it等于 command.execute nonquerade nonquerade 这些东西大家要熟记于心知道吗 就说为什么说我上课要考 要让大家必须打上来呢 就必须这个A6当量熟记于心 就是写的时候不用去现象 不用去发文档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别到时候写的时候还得把我那文档找出来 一顿思考那就完了 那你就不用想其他事情了对吧 好下来我就刷新删除成功了对吧 删除成功了 删除成功之后我干什么呢 我这么删除了 是不是把数据库里的数据删除了 我界面上的数据有没有删除 没有删除对吧 所以我说再调用刚才那个方法去查一下 对吧我再调用一下那个方法 那就是 GET DATA DATA 括号什么 我还是用那个1等于1吧 1等于1 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删除 我也不弹出对话号了 只让它删掉 这个之后要做什么 DB HELP .Connection .Close 一定要关 千万别忘了这件事情 要关掉它 最好还要加一个什么 异常处理 对吧 最好加异常处理 在我们的 把这块给它加上一项处理 外侧代码 外侧代码 然后我们的try 好那这块做一个ex 把我们的错误进行什么 输出 es.message 那有 就要加什么 finally finally 把DBHELP.Close 放到family里 好这就是我们完整的 都完整的数据 然后呢这个 衣服 看它打的对不对 好这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孙鹏的啊 右键删除 是我删除此数据啊 点确认 好自动删掉了对吧 数据删掉了 我们就完成这个功能了 嗯 啊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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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